從最早上市的美國推出Vision Pro到現在 我會怎麼用一句話來形容Vision Pro 我究竟都拿來做了一些什麼 還有我認為這個產品的未來會往哪裡走 這個影片就是我的答案 嗨嗨 我是安森 一個不小心Vision Pro就擺了好一陣子 連Vision OS 2 Beta都已經推出 第二波國家也在我上傳影片的這幾天上市了 那就雖然你可能已經看過其他人的開箱了 不過這裡還是快速簡短帶一下 首先是整個包裝比我想的還巨大 側邊則是和蘋果現在的新產品都一樣 是兩條紙條要撕開 然後因為這個我手上還沒拆封就有點尻到角落凹進去 開箱的時候比較不濕滑一點 但真的非常感謝朋友幫忙從美國背回台灣 箱子打開就能看到本體 Vision Pro出現在眼前 我的第一個新的是真的很漂亮 拿起來後第一句出現在我腦袋中的話則是有點重 這個細節等一下我會提到 接著是說明書 這個眼睛的顯示效果跟泡麵包裝一樣 僅供參考 稍後你就會懂為什麼會這樣講 接著是第二種頭戴 香港蘋果的官方翻譯叫雙圈頭戴 以下提到的名詞我也暫時以香港翻譯為主 喔對 第一種頭戴是單圈編織頭戴 已經預先裝在Vision Pro本體上了 再來就是長得很像內建 一條線的行動電源的Vision Pro電源 如果蘋果真的出一個行動電源長將 我可能會買單 雖然鋁合金外殼重 但質感真的是沒話講 然後是一塊布 專門拿來擦拭Vision Pro的布 不確定跟官方網站上 那條590台幣的是不是一樣的材質 再來是第二個與眼睛周圍接觸的遮光環 跟已經裝在Vision Pro上的厚度不同 終於要來拆封奔替了 把護桃拔下來真的會哇一下 這塊玻璃實在很漂亮 接著把尿袋裝上去 沒有電源扭的Vision Pro就會自動開機了 對了 戴上才想到我有買原廠的菜絲晶片 不過後來發現我買錯了 這個東西實在有點麻煩有點複雜 不過晶片配對的過程 和磁鐵吸附上去的手感真的很棒 所以後來我是人生第一次戴了引擎眼鏡 戴了快一個小時才戴上 因為這個東西是無法像PSVR那樣 先戴自己的近視眼鏡再戴上的 所以我200度左右的近視 裸式戴上其實字的邊緣是有點糊的 如果有人敲碗近視相關話題的話 我再額外做一集吧 第一次看到介面出現的時候 我的反應是這樣的 實際應用後面我會再提到 我想先從這個外觀開始說起 首先是這圈 官方網站以3D立體成型 夾層玻璃精緻的最外面說起 這個東西看起來真的是非常高科技 之前看第一批拿到的美國Youtuber們拍的影片 都覺得好難想像在現實世界看起來到底是怎麼樣 實際拿在手上 我還是覺得看起來真的超級抽象又超級炫炮 搭配這塊五縫鑲嵌在一起的鋁合金外殼 真的是跟其他所有我玩過的VR頭戴裝置 是不同等級的東西 綠色的單圈編織頭戴和遮光環的布料 摸起來也是質感非凡 這整個東西的外觀就是結合了蘋果過去近20年 從MacBook的鋁合金 iPhone的玻璃 Apple Watch的錶冠和錶帶材質而成 用蘋果工業設計與材質應用的極大層來形容 應該算是非常貼切 但是 聽到這個但是就知道不妙了 別家的頭戴裝置 外殼通常都是採用塑膠是有道理的 Vision Pro是真的非常有感的重 這段時間我身邊每一個戴過的家人朋友 第一個戴上的反應就都是好重 沒有一個例外 特別是這個長得很好看的單圈編織頭戴 如果你戴比較鬆 臉的壓力確實是會小一點 前後比重比較平均 但這樣的話就會漏光 如果你不想漏光 這個側邊的旋鈕鑽緊一點 就會變成重量幾乎就是吃在眉毛上方和眼睛下緣 戴個10分鐘20分鐘 臉上的壓痕就會非常明顯 雖然每個人臉型是會不太一樣 或許有點因人而異 而且我和身邊的人比起來 我感覺我已經算是比較沒這麼感到臉上的壓力了 不過還是很少戴上超過一個小時 這可是連一部電影都看不完的時間 那如果改用雙圈頭戴 確實是會好不少 但是第一 這個東西看起來就是比較醜 很像鬆緊帶的東西 第二是調整比較麻煩 相對來說比較難找到一個配重巧妙剛好的點 太緊太鬆都不太對勁 第三是無論男女 無論長髮短髮 基本上就是戴上10分鐘後 頭髮形狀就會變得非常奇怪 單圈頭戴比較沒有這些問題 但就是體感或是說臉感上更重 喔對了 要換頭戴的話只要拉一下內側的橘色小段袋就可以拔下來 非常輕鬆非常優雅 順便也補充一下 為什麼內側小段袋是橘色 頭戴外圈也以橘色來點綴 為什麼Apple Watch Ultra的表冠和新增的額外按鈕也是橘色 這些應該跟蘋果的前首席設計師John Eiff有關 據說他最喜歡的顏色就是橘色 也說不定這些根本就是他離開蘋果之前就放進產品的設計 再來說一下Vision Pro這個結合VR和AR的裝置最重要的部分 那就是螢幕的顯示效果 這兩塊由Micro OLED打造的小螢幕畫質真的很棒 肉眼是完全看不到單獨的像素的 像前面提到的PSVR第一代 就是畫面只要偏靜態 眼睛就能很明顯看得出來現在顯示的就是一堆顆粒 但Vision Pro是兩眼都擁有超過4K的像素 不太需要擔心會有這個問題 不過光是螢幕解析度夠 其實也不足以構成高畫質 因為如果要像傳統螢幕那樣 隨時把整個畫面運算到該有的清晰度 那一定是會大幅增加運算 也就代表續航力會更低 這個東西官方數據是一般使用2小時 影片播放2.5小時 已經是一個連魔界導演版都看不完的續航力了 實在不能再短 但蘋果很聰明 運用了內部的攝影鏡頭 採用了你看哪我才算哪的方法 其實跟我們肉眼看出去是有一點像的 譬如現在你可以專注在畫面的這裡 眼球不要轉動 稍微感受一下 你專注的地方以外 是不是其實也有點模糊 蘋果就把這件事做在Vision Pro上面了 譬如現在我正在看下方這邊的沙子 外圈一點的就很明顯解析度是比較低的 解決了畫面清晰的問題 還有一個對於AR的使用體驗有著絕對影響的 就是內部的畫面反映外面現實世界的速度 喔對 如果不太清楚AR和VR的差別 兩三句話簡單講解下 AR是Augmented Reality 也就是擴增實境 像是電影鋼鐵人的畫面一樣 在現實世界增加一些虛擬物理上不存在的東西 譬如Vision Pro上的Geek Space 就是做到真的和電影一樣的效果 可以把零件一個一個拿在手上放大縮小觀看 並且也會反射周圍的環境光線 真的很像這塊東西就在使用者面前 而VR是Virtual Reality 一般翻譯叫虛擬實境 也就是把你整個人丟到一個運算出來的虛擬空間 像是PSVR打開惡靈古堡7 就真的會讓人嚇死了 因為你就會覺得自己真正身處在遊戲場景裡 Vision Pro也是只要轉一下上面這個像錶罐的旋鈕 我就在優勝美地了 據官方網站表示 我們從裡面看到的畫面 也就是從外面的相機拍攝 並且顯示在我們內部看到的螢幕 反應速度是12ms內 這個速度就是騎腳踏車或是丟東西 接東西什麼的都沒問題 反應速度真的非常及時 但是 又來個但是了 畢竟再怎麼說 這個東西就是礙於現在的科技 無法讓你真正從裡面的肉眼 穿過螢幕和玻璃看到外面的世界 而是需要經過外面的一大堆攝影鏡頭拍下之後 立刻運算到裡面的兩小塊螢幕讓你看 以此來做到接近肉眼穿過玻璃看世界的效果 這點在陽光充足或是人造光的品質夠好亮度夠高的情況下 看起來確實是很舒服的 沒話講 但畢竟是相機 大家應該都遇過iPhone拍照光線不足的時候 會感覺到畫面特別糊特別沒有細節 甚至還有一些一顆一顆一坨一坨的噪點 那就是相機為了拉高曝光提高ISO 也就是感光度產生的噪點 還有我們也都知道 光線不充足的時候 曝光時間就得持續更久 以此來補足更多光線給相機的感光元件 也就是快門速度得拉長 這兩個問題在Vision Pro也同樣存在 所以在光線不充足的地方 第一是你會感覺暗部根本看不清楚 第二是會有點容易頭暈 因為相機快門變慢 你看出去的畫面會變得有點像遊戲 跑不太動的吊針或是延遲 第三是我覺得最受不了的 就是快門剛好對上某些燈的閃爍頻率的時候 會超級不舒服 很容易頭暈 現在你隔著螢幕看可能沒什麼感覺 但戴上Vision Pro變成你肉眼看出去的世界的時候 就不太一樣了 有些相機是有功能是可以讓快門速變成非整速 藉此避開這個問題 不知道未來是否會透過更新減少這件事 對使用者造成的不適 再來說一下Vision OS好了 整個裝置的操作邏輯 基本上就是你眼睛看哪裡 手指捏一下 就等於像是用手指點iPhone的螢幕一樣 代表選取或是觸控的點擊 要翻頁也就是捏著往旁邊滑 而且手勢的辨識和眼球的追蹤真的都很準 確實是不太需要特別把手抬起來 很正常放置就可以操作 因為已經很多人拍過基本操作介紹 我就點到為止 接下來由於我已經升級上去Vision OS 2 Beta 就來說說我目前覺得最有感的三大更新 第一是現在要叫出類似iPhone、iPad的主畫面這些icon直覺很多 只要手攤開就會出現很像以前iPhone的Home鍵在我手邊 捏一下主畫面就出現了 之前只能接近翻白眼這樣看上方會出現一個小箭頭 要捏著這個箭頭往下拉才會出現控制介面 別說是第一次戴上的人了 連我都很難百分之百精準控制 還有手掌攤開之後 翻過來類似看手錶的動作 也就能出現像iPhone控制中心的介面 可以方便看時間、調整音量或查看通知 開啟Mac的虛擬顯示器之類的 第二個新功能是把平面照片轉3D 看起來效果確實是很不錯 加上原本就能用Vision Pro拍3D的照片影片 只要按下上方按鈕就能打開相機 拍出來的東西會讓人感覺未來的媒體製作 似乎真的就會往更立體這個方向走了 順便補充一下 用iPhone15 Pro也能拍3D影片 不過應該是因為鏡頭距離比Vision Pro近很多 相對來說立體感沒這麼強 但噪點比較不明顯 畫面會更純淨一些 各有優缺點 提到照片影片也順便提一下 Vision Pro非常適合拿來播放360相機拍的照片影片 真的就是很像回到拍攝當時的時間空間坐在那裡 並且也可以重複播放 看看那個時候的不同角度 是否有自己沒注意到的事情正在發生 是個很有趣的體驗 第三個更新是現在使用Vision Pro的時候 如果接上鍵盤 那終於可以在畫面中看到鍵盤了 雖然我自己平常也是很習慣忙打 但還是覺得戴上時看不到鍵盤實在是不太合理 現在終於對了 但是 又來個但是了 如果用的是連接Mac的虛擬顯示器 有時候還是看不到鍵盤的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BUG 不久的將來應該會修好吧 既然提到了虛擬顯示器的功能再多講一點 這是我認為目前Vision Pro最棒的應用場景了 這功能就是只要電腦在附近 並且登入同一個Apple ID 戴上Vision Pro之後就可以叫出控制中心 或是筆電上方會出現提示 等一下就在你面前出現了一個虛擬的外接螢幕 可以看你的需求要多大就把螢幕放多大 而且因為顯示的品質真的非常好 畫質亮度黑色都很棒 完全是可以拿來應付我所有對於影片照片的需求 而且只要旋鈕一轉 就可以完全隔絕周圍的混亂環境 一瞬間我就是在山頂辦公了 還有最讓我覺得感動的是 像前面這塊是我的Mac電腦 但你一樣可以操作Vision Pro原本的介面 兩者並不互相排斥 只可以譬如說多開一個網頁擺在旁邊 或是放個Apple Music什麼的 更棒的是觸控板和鍵盤是完全無縫接軌的 可以在我的MacBook Pro和Vision Pro之間飄來飄去 自然到我一開始還沒有發現 我已經是橫跨兩台裝置在操作了 真的就是It just works 體驗極佳啊 還有我很期待的就是接下來今年 會由外多出更寬的螢幕和曲面螢幕的選項 光是現在就已經讓我覺得很猛了 未來這個功能應該會更順手 這個用法對於經常需要通行的人來說 真的是生產力會爆增 隨時都能有一個自己的大桌面大螢幕去做事 而且還可以瞬間排除周圍環境的干擾 無論搭車搭捷運搭飛機或是去咖啡廳什麼的 耳機一帶就真的是與世隔絕了 如果是上述這樣把自己隔絕起來 但其實旁邊可能有人的情況 當Vision Pro偵測到有人類在周圍 並且要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在Vision Pro的環境看出去 這個人會變得很像摩根費里曼 慢慢從天空中浮現出來跟你說話 那外面的人看你 則是會慢慢顯示出你的眼睛 畢竟人跟人的面對面交流 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來自眼神 但是 又又來個但是了 這個螢幕的顯示效果 我真的只能用泡面的包裝來形容 蘋果賣你的根本就是一個美好的想像 實際看過Vision Pro這塊螢幕顯示我眼睛的人 都是跟我說你好醜你好噁心 雖然說蘋果應該是很希望人們戴上Vision Pro之後 依然能跟身邊的人保持互動 但現階段是讓我覺得 不如用一些解析度更低 但是可以減輕更多重量的方法 用可能是表情符號或其他方式 讓周圍的人知道 Vision Pro的使用者正在觀看影視內容 還是正在看你之類的就好了 再提幾個我觀察到Vision OS的設計細節 譬如說如果要在Vision Pro下載或購買App 相對於iPhone上的Face ID 在Vision Pro是使用紅魔特徵來解鎖的Optic ID 這段時間用起來我覺得體驗是非常棒的 辨識精準而且直覺 不管你眼睛在看介面上的哪裡 類似在iPhone上要使用Apple Pay一樣 點兩下Vision Pro上的按鈕就搞定 非常直覺 其次是介面設計非常用心 對於一路使用iOS的使用者來說 學習門檻更低 蘋果從iOS 7開始鋪入這種半透明的介面設計 在Vision Pro上更是充分發揮了類似毛玻璃的特性 加上與真實環境光源的互動 你可以很直覺分出視窗的前後和距離 還有譬如我打開Safari看YouTube影片 雖然我把自己丟在大太陽的海邊 但當我注視著影片視窗的時候 周圍的環境會漸漸變暗一些 讓我更能專注在所要觀看的內容上 整個Vision OS處處都是這種很直覺 很可能根本不會留意到 但是對體驗非常加分的設計 而且因為對於視窗在環境中的定位非常精準 就可以做到譬如說我在電腦前面 正前方是電腦正在寫文案 左邊是蘋果官方網站查資料 右邊是待會要回覆的email 走到廁所馬桶前面 是我之前放的視窗正在看的書 走到客廳是音樂播放的介面 和之前正在看的網頁 走到廚房又是我上次在查詢的食譜 也可以把原本在客廳看的網頁 一路拿到工作桌前面繼續看 這種AR整合運用真的是非常奇妙 也是我以前從未體驗過的 再來說一下影視娛樂 如果是前面提到用Safari開網頁看影片 還有個小細節是當我播放影片的時候 聲音就真的是從這個視窗的方向傳出來的 而且是能聽得出遠近的 接下來內容因為版權的關係 我無法實際錄製螢幕畫面 來呈現觀看的影片內容 需要麻煩你發揮一下想像力了 如果是觀看Disney Plus的內容 那我只能說體驗真的是非常接近在電影院 你可以選擇你要在哪裡觀看電影 譬如說迪士尼的劇院 或是我覺得最棒的就是在復仇者大樓了 旁邊有美國隊長的盾 雷神的錘 鋼鐵人的頭盔 浩克的終結者就擺在角落 另一邊是好幾套鋼鐵人裝甲 霸台上有傲創的頭 正後方是看過電影一定會覺得非常熟悉的場景 你可以一邊看著紐約夜景 一邊欣賞泰勒斯演唱會 也可以跑到怪獸電力公司裡面看個影集 或是在塔德雲星球坐在地面飛艇上看3D電影 而且或許是因為Vision Pro 更能精準抓到我們眼睛的距離和正在看哪裡 我體感覺得3D電影的效果 是比在電影院裡面還要好的 類似的體驗還有IMAX自己的App 在Vision Pro上看的IMAX電影 就真的是IMAX尺寸 不必跑到美麗華了 一代上你就是身處全尺寸的IMAX電影院 而且你還可以選擇座位在電影院的哪個位置 還有一個重點是聲音效果比我想像中好非常多 原本以為這個揚聲器畢竟離耳朵有一段距離 沒想到效果會這麼棒 空間感十足又夠細膩 只能說蘋果在AirPods系列累積的空間音訊經驗 在Vision Pro上是有完整發揮出來的 不過也補充一下 因為Vision Pro發出的聲音 其實是旁邊的人也聽得到的 所以如果想更有隱私 或是有去除環境吵雜的抗噪需求 那就還是得搭配AirPods Pro 前面提到演唱會 其實有一個專門看演唱會的App 叫MSVR Concerts 這東西體驗也是很妙 因為歌手就真的是在你面前唱歌給你一個人聽 他的眼神也是從頭到尾盯著你看 說真的用起來是有點害羞的 但確實提供了一個未來的偶像或歌手 可能可以走的一條路 非常有趣 再來一定要提一下GUJI 這可以說是把Vision Pro這個裝置的優點發揮到了極致 不過App也不讓我錄 所以很抱歉也需要你發揮一下想像力了 這個App其實主要是介紹他們新的創意總監 但過程就是把你一下帶到米蘭街頭 一下提到他的狗就真的走出來 一下旁邊有氣球可以伸手互動 一下又是提到包包的時候 可以真正拿起來在手上把玩 而且建模非常精緻 又和現實世界的光影有互動 旁白音樂場景互動全部都做得很到位 讓你會有一股衝動立刻跑到GUJI購物 簡直可以說是一個窺探的未來的 終極的Lending Page會是怎樣的體驗 Museus 一套令人非常沉靜的藝術品導覽介紹軟體 除了你好像可以身在一個超大 呼應藝術品本身的展尖欣賞藝術品以外 也可以放大看藝術品的細節 搭配語音介紹真的是非常舒適 SKYGUIDE 這套軟體在LOS上也有 但是用Vision Pro來玩就是另一個全新的層次 你可以選擇要在城市、山上或是海邊欣賞夜空 頭轉到哪就看到哪 並且出現對應的星座 還有望遠鏡模式可以直接放大 坐在沙發就能看著浩瀚的星夜發呆 是一個很Chill的體驗 Space Vision 這就不是在地球上看星星了 而是以上帝的角度來看整個太陽系 你可以改變時間流逝的速度 也可以盯著土星 不是這個土星 就把土星拉過來看個清楚 用這種神奇的方式看著太陽系運作 就會覺得人類實在渺小到不行 LUNKI 一套讓你放空放鬆的療癒小軟體 真要說能拿來幹嘛的話 好像也不是真的能幹嘛 但就是個可以在空間中呈現看起來軟綿綿 又會發出聲音的東西可以互動 只是不會把空間搞得一團糟 軟體關上 摘一下畢軟Pro就可以睡了 Airtro 這個東西如果會玩的人應該可以玩得很酷 就是可以在空間中畫出3D的東西 有點像是虛擬的3D列印 而且還可以開啟物理模式 跟真實存在的物體有互動 畫出來的東西會反映環境的光影 看起來也是很療癒 再來一定要提到 這段時間我覺得玩起來最深刻的遊戲了 最基本的Gamerome裡面有經典的遊戲 這個如果有看發表會或是官方的介紹 應該都很熟悉 因為有著精準的眼球追蹤 無論西洋棋還是街龍 這些操作即使是對於完全沒有用過Vision Pro的人來說 也是學習門檻極低 因為就真的很接近 在現實世界擺上一個棋盤或一副牌這樣互動 類似玩法的還有Lego Builder's Journey 這是一套以樂高為主題的解謎遊戲 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樂高零件蓋一條路去找爸爸 這個作品在電腦、手機、遊戲主機上都有 但是只有用Vision Pro玩起來是這樣 真正像是擺了一組拼好的樂高在你面前 然後捏起樂高零件 擺到要放的位置 整個遊玩過程 還是以一個非常自然的方式在桌上操作 你看這是遊戲中虛擬的樂高 這個是我真正拼一半的樂高 我可以站起來繞著它 細看它到底是怎麼拼起來的 然後進行互動 拿一塊起來丟也會這樣噴走 真的很酷 再來又是迪士尼 不愧是蘋果的好朋友 感覺真的在Vision Pro軟體開發上下了很多力氣 這個What If 就是呼應同名影集的概念 也是完全發揮了Vision Pro這個裝置的所有特性 你可以在自己的空間中 讓Wang教你奇異博士的模仿 擺出手勢就能跟虛擬的場景互動 聲音和視覺都做得超好 可以預見未來應該會有越來越多這種形式的遊戲可以體驗 然後是Synth Riders 如果你有聽過一套在電腦或PS主機上的VR節奏遊戲 叫Beat Saber 節奏光劍 那大致就可以想像是不用拿光劍的Vision Pro版 同樣也是節奏遊戲 跟著節拍伸出手去跟對應的球互動 也和節奏光劍一樣會玩到滿身大汗 其實是真的可以運動到的 不過因為手上連個手把或是任何形式的控制器都沒有 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是因為沒有控制器 也就表示不像節奏光劍那樣 會有來自控制器的震動帶來的打擊感 會比較空虛一點 第二是旁邊人的眼中 你會看起來有點笨就是了 而且某些顏色出現的時候是要合掌去互動的 你會突然變成Tim Cook說早安 Good Morning 但總之確實能運動到 而且有拿到一些我很喜歡的老哥的授權 超棒 所以既然提到了控制器 我只能說雖然眼球追蹤和手勢偵測算是非常精準 但我覺得未來應該還是會推出更適合Vision Pro來玩遊戲的控制器 因為如果是要玩真正認真的遊戲 是不可能像前面提到的西洋期或是接龍那樣 一下沒捏好再來捏第二下了 肯定是會需要有方便的控制器 能精準的操作遊戲角色或指令 當然現況是可以接PS或是XBOX的手把來玩某些遊戲沒錯 譬如說太古達人、死亡細胞這樣 但這種常見的遊戲主機手把的形式 也並不適合拿來玩節奏、光劍之類的 所以我猜還是會有像PSVR這種有板機的棒棒手把 或是PSVR2這種更適合VR遊戲的控制器出現 再來說一下前面沒提到的一個 目前讓我覺得Vision Pro體驗最最最糟糕的地方 就是當你帶著Vision Pro要使用iPhone的時候 首先是Face ID無法解鎖 百分之百被卡住 只能卡住一下然後手動打密碼 並不像現在Apple Watch和iPhone的互動模式這樣 只要打一次密碼確認是你本人之後 接下來就能省去每次解鎖的麻煩 其次是包含iPhone在內 隔著Vision Pro看任何螢幕都是不舒服的 畢竟本質就是用相機拍螢幕 你可以試試看把手上的iPhone拿起來拍其他螢幕 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希望未來會變成Vision Pro能辨識出你拿起來的是iPhone 然後有點像是AirPlay到Vision Pro裡面的螢幕這樣 你看著手上的iPhone 螢幕卻是Vision Pro原生顯示的畫面 至少在蘋果自家的生態圈內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當然這只是我的幻想 不知道這實際能不能在短時間內實現就是了 最後總結一下目前我對這個產品的看法 首先是Vision Pro應該是第一次蘋果的第一代產品 就出現了Pro字樣 所以我猜接下來出現的一定是相對比較便宜的閹割版本 或許是拿掉醜陋眼睛的顯示螢幕 或許是玻璃變成塑膠 或許頭戴不會這麼精緻 總之應該是Vision Lite或是Vision Air這種相對輕量或便宜的版本 畢竟現在買起來要10萬多台幣 連我這種對於新的科技產品很願意花錢的人 都是猶豫了很久才買下去的 至於為什麼我最後會花錢買下去呢 其實只是因為想到從十幾年前的iPhone開始 到iPad、Apple Watch我都有第一代 然後又想到了前面提到的 這代既然是Pro 可能接下來就會不那麼經典不那麼功能完整 所以算是花錢買給未來的自己做紀念的成分 大於我認為實際能帶給我的生產力 畢竟目前看下來你應該也能感受得出來 這個東西目前可以說是一個充滿未來感的影音娛樂裝置 我前面講這麼多實際的用法 但真正能帶來生產力的應用 大概就一個Mac Virtual Display 也就是虛擬螢幕的功能 以前我會覺得出門在外只有筆電的話 無論要處理照片還是影片 都是一件有點愛手愛腳的事情 現在無論在哪裡 Vision Pro一帶上 螢幕要多大就有多大 搭配AirPods Pro又能徹底隔絕環境干擾 真的很棒 至於影視娛樂的話 未來如果能做到電影跟院線同步 那我很可能是真的會付錢在Vision Pro上觀看的 它的顯示效果和空間感 真的不輸一些比較普通的電影院 而且又能在自己家更舒適的沙發觀看的話 真的很有吸引力 也對於要寫影評或是心得更方便 可以隨時暫停隨時往前倒帶 電影院在某種程度上無法取代的 就剩下社交價值而已了 接下來希望遊戲產業也能受到這個裝置更往前推動 誕生出更多能充分運用這個裝置的作品 來幻想一下 Vision Pro裝置能夠便宜又普及到 大部分的人都能擁有一套 就像現在的iPhone一樣 並且重量大幅變輕 續航也跟著變強 那潤天堂就可以跟環球影城 一起推出一個超大的遊樂園 裡面只要是一堆綠幕 和定位追蹤的點 玩家戴上Vision Pro後走進去 拿起來類似水槍 但不會實際噴出水的各種武器 就可以用肉身來玩七彈大作戰了 又或是教育產業 只要老師在全身貼上 像我們看到遊戲螢幕或花絮 這種捕捉演員動態的記號 那只要戴上Vision Pro 你就可以選擇 你畫面裡要看到的是哪一位老師 然後就可以看老師快樂的學習日文了 還有想想看如果有一天 蘋果把我們現在iPhone上辨識主體的功能 進化成更強大 更即時更精準的Vision Pro版 視覺障礙者戴上Vision Pro之後 Siri就成為了出門在外的超級好幫手 隨時能用語音提醒 現在前方有斑馬線 有行人迎面而來 天氣陰陰的似乎快下雨等等 我相信這個裝置在未來 是能真正幫助很多人解決生活麻煩的 那如果你問我是否建議現在入手Vision Pro 目前我實在無法對大部分的人大聲的喊出 買 畢竟最致命的一點就是真的不便宜 能真正直接帶來生產力的用法有限 這個錢買一台Mac Studio 再加Studio Display都還有省 但是 這個影片好多但是 但是這個但是跟前面的但是不太一樣了 但是 我覺得是有幾種人還是可以考慮 第一是開發者 我相信這個東西未來能走的路還很遠很寬 就像是第一代iPhone剛推出的時候 也被說很貴沒有觸控比 而且沒有鍵盤可以打字一樣 結果17年過去了 無論你喜不喜歡蘋果喜不喜歡iPhone 都不得不承認這個東西改變世界很多 雖然Vision Pro可能目前看起來很難複製這種成功 但我想一些小小的改變已經在陸續發生了 第二是經常搭飛機高鐵火車通勤 又工作上是需要大量使用電腦的人 這個東西確實就像能提供一個隨身大螢幕一樣方便 畢竟就像蘋果自己說的 空間計算的時代就此展開 而且又能隔絕到旁邊的干擾 通勤期間就能更有效率運用時間 不過也在強調一下 還是會遇到兩個問題 第一是到底值不值得花超過10萬台幣 第二是能不能忍受重量 以我自己的使用經驗 就算用比較醜的雙圈頭戴 兩個小時也是極限了 不是Vision Pro續航沒電的極限 是臉被壓爛的極限 第三是原本就對新科技新玩具很有興趣 而且就像我一樣喜歡收集初代產品的人 接下來亞洲的周邊國家或是等到台灣上市 入手門檻應該會比我在美國買起來便宜一點 到時候或許也可以考慮一下 畢竟我這個在加州入手的 光稅金就繳了1萬多台幣 超級痛 最後就是真的不缺錢 那我可以跟你說 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玩的新玩具 上面的App也每天都在陸續變多 以一個娛樂用的高科技玩具來說 這個東西絕對是好玩的 看身邊的人體驗也很有趣 啊前面忘了提 要讓身邊的人體驗的話 說真的現況不是很方便 每次都得主人先戴上打開訪客模式 然後訪客戴上後還要經歷三輪 看著所有圈圈用手捏一輪的眼球校正 而且手邊得有一台Mac或是Apple TV 才能知道訪客現在看到的畫面長怎樣 不然可能就得面臨一連串的機同壓講 雖然VisionOS2改善了訪客使用者的功能 但就還是有點麻煩 這個東西目前給我的感覺 就是很個人很個人的個人電腦 只是戴在頭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漏講了FaceTime和Persona 不是這個Persona 其實就純粹只是身邊沒有人 擁有Vision Pro跟我FaceTime 然後我也沒有什麼視訊溝通的需求 所以就跳過了 如果有什麼我沒提到 或是你想知道的玩法或示範 又或是還有什麼我沒玩到的遊戲或App 都很歡迎留言告訴我 之後有什麼重大更新 我應該也會再來做新的影片 回到開頭 這段時間用下來 別人問我到底Vision Pro是什麼的時候 我通常大致都會回答 這是一個由蘋果推出的 視窗或介面都沒有空間限制 可以圍繞在你眼前 並且戴在頭上的電腦 想想看電腦能做的事情 無論是簡單的文書處理 看看網頁或影片 還是需要更強大運算的遊戲 都以一種更新體驗更好的方式呈現 當然現在還不是非常完善 而且重量和價格也是問題 顯然這個產品 蘋果是捨棄的使用者體驗 用又重又昂貴的金屬和玻璃當作材料 似乎是在告訴全世界 你看全世界就只有我蘋果肯這樣捨得花 而且也只有我蘋果 能把金屬和玻璃的工藝玩得這麼極致 但是就... 重量造成體驗不佳 價格造成肯定賣不好 有一天如果解決了這些門檻的話 這個東西或許真的能更大幅度改變世界 總之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 如果聽到身邊有Vision Pro 那我強力推薦可以借來 虧待一下這個戴在臉上有點沉重的未來 借 那如果是我最後提到的那四種人 還是可以考慮入手的 買 記得到蘋果倉庫逛逛 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Apple Watch AirPods或iPhone周邊 會對這個頻道有非常大的幫助 下方資訊欄或是置頂留言 還有優惠券可以領取喔 我是安生 下給您見